前首相慕尤丁的贪污案件牵扯行动党主席林冠英 林冠英今天斥责慕尤丁操弄种族情绪 企图把他拖下水 林冠英接受当今大马采访时强调 在他担任财政部长期间 不曾撤销商业大亨赛莫达所拥有的爱布卡利基金会 享有的免税优惠 林冠英说他对此毫不知情 也不曾发出任何指示以执行相关决定 他反过来批评慕尤丁无中生有 蓄意制造非穆斯林对付伊斯兰基金的观感 企图为自己脱罪 当被问到这项决定是否在西蒙执政时期落实 林冠英同样表示不知情 他说我真的不知道 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全新的事 慕尤丁现在只是想要拖我下水 慕尤丁昨晚指控 林冠英在马哈迪政府担任财长时 撤销赛莫达的爱布卡利基金会 所享有的免税优惠 根据慕尤丁的说法 在他出任首相后 赛莫达向他上诉 而他则写文件要求财政部和内陆税收局考虑 结果他因此面对滥权的指控 林冠英随即在今天凌晨2点左右 在面指出贴文 抨计慕尤丁在昨晚的记者会上撒谎